钱也是越来越难挣了呀 老婆也是越来越难取的呀 那你还不赶紧取一个 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小美哥 今天的云 还是蛮好看的 还是蛮美的 路上都是 学车的 这个学员 哇 这条路怎么那么多 教练车 考试车温度前 等一下问一下小峰 看他是否在这里 学车 小峰我上次问他 他说去哪里去帮女生 然后我们回家 问一下小峰看一下 学车学的 小峰 人呢 过来过来 过来过来 干嘛我在干活呢 我跟你说个事嘛 什么事啊 我刚刚路过那个 马路那边 就是那个 村口那边 我看见他们 那个有练车的 你是不是在那里练车 不是 你是不是在那里 报名啊 没有啊 你没有啊 我感觉那里还可以啊 你是不是报过名了 没有 那你去报个名呗 报名干嘛 报名考一个驾照嘛 我现在还没时间哦 现在忙着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先 驾照肯定是要考的 但是那还不是时候 现在不是时候 嗯 等你跟你说 你现在反正呢 早点考一个驾照出来 到时候你自己开个车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嘛 到时候再说呗 嗯 哎 你是不是不愿意 没有 怎么会不愿意 要考驾照不是坏事 对我有好处啊 再说 我本来就想着去考啊 我没到时间而已 你打算什么时候 忙完啊 等我忙完这段时间呢 这段时间你有什么忙的 干农啊 农活这么多 哎呀 赶紧去报个名 他因为现在政策好 到时候 那个什么科目啊 科目越来越多 而且考试难度越来越大 到时候就很难考了 难考就难考呗 难考的话到时候你 考个一二三四四都搞不过 到时候也要出钱的 考都没考 你知道我考不过啊 不是 现在刚刚我接到人家那个政策 他他们说 现在考驾到越来越难了 有什么容易的 现在钱也是越来越难挣了呀 老婆也是越来越难取了呀 那你还不赶紧取一个 老婆比鞋车还难了 我跟你说 你以为啊 性格不好的人家不驾 没钱人家不驾 不帅的人家不驾 会讨好女孩子的 人家不驾 是不是比考驾都还难 嗯 是是 你觉得我会讨好女孩子的喜欢吗 不知道 问你自己啊 会不会 我 我不知道 对你自己都不知道 应该我这种性格 应该没人喜欢的 那没人喜欢 你要在你自身找问题啊 老是 就是喜欢找编的缺点 对呀 你自己的问题你都没有弄清楚 你弄编的干嘛 老编 老找你的小麻烦是不是 没有啊 哪守卫啊 赶紧去报个名 说真的 有没有 嗯 没事嘛 没事我去干活了 趁现在年轻 到时候那个什么科目越来越难了 就真的不好考啊 然后呢 呃 你自己想着以后啊 出门方便一点啊 对不对 我本来我就想着去考啊 我没有说不考啊 至少 段时间比较忙 我没时间而已 嗯 只要你自己 自己规划好了就好嘛 我的生活 我的时间 我肯定规划好啊 但是你自己有目标啊 有理想啊 这样的话 今天不做明天的事 嗯 这样的 今天要规划明天做什么 明天要 要规划后天做什么 要这样规划 没事的话我去干活了 去干活了 去嘛去嘛 然后我想跟那个小凤说一下 让他去早点去报个名嘛 这样也是为小凤 着想嘛 所以知道他 已经 已经说现在没时间 哎 也不懂 可能是最近小凤比较忙吧 然后等他 闲的时候再去让他去报个名 提醒他 因为现在考驾照是越来越困难的 然后科目啊什么的会越来越难 所以说 不过呢 他不考也是没关系的 以后呢 呃 有我跟他当司机嘛 是吧 好了 先不说了 等一下我看一下小凤去干什么去的 我去帮一下他弄一下 然后吃 感谢观看